NFS这块是现在都没问题了吧 对吧 然后的话咱看咱最后这部分实时同步 是吧 实时同步的话咱看他的要求 对吧 他通过web服务器把数据写到NFS服务器的时候 同时复制到备份服务器 对吧 那么他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是他把数据 对吧 通过web服务器写到NFS上 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文件 真正是在哪放着的呢 对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这个web服务器咱还用管吗 不管了吧 对吧 对吧 咱现在的重心又回到了NFS服务器跟backup上面了 对吧 对吧 定时备份咱刚刚已经做了 现在咱做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实时同步的 对吧 实时同步的话 实时同步的话 我这边用的是i notify啊 至于我为啥没有sersync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配置文件比较麻烦 对吧 你要想用那个的话就是你提前把配置文件写好 对吧 然后的话你把那配置配置文件还有sersync那个包 整个都考到服务器上 然后的话你你随便折腾 对吧 怎么的都行 然后我这边就用了i notify了啊 对吧 i notify的安装 对吧 大家知道这个实时同步的话 它的要求是 我要把NFS上头的文件 对吧 我要实时同步到backup上 没错吧 那我i notify的安装的话是应该是在哪个服务器上 对 对 对 直到这点以后 这要再答不出来 就收不过去了 对吧 现在主要就是NFS服务器吧 对吧 然后 然后的话 它实时复制的话 就实时同步的话 还是用的r sync那个命令 对吧 没错吧 如果它是多了一个刚刚delete的选项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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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用r sync这个命令这块 反而反而是最简单的 对吧 咱刚刚定时备份都成功了 这个就肯定应该也是ok的 现在主要的重点就是就是在这个上面装i notify 对吧 然后用装i notify 然后用它来监控这个文件的变化 哎 然后的话呢 这个安装就比较简单了吧 对吧 大家注意啊 现在在NFS上操作啊 千万别乱 能用左左左左 我可是知道有人搭服务的时候搭错服务器了 哎哎 对了 这个这个这个多个服务来回套的话 它就是越打越乱 对吧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看一下这个i notify的这个脚本啊 这个这个脚本就是上课老师讲的啊 我这个最多就改了改目录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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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看咱们刚刚不是NFS共享的时候 咱们不是有一个写的目录吗 对吧 对吧 现在咱在NFS上来说的话 这个这个目录就是从外部上头写进来数据 对吧 对吧 就咱们刚刚测试的时候写的那个a嘛 对吧 然后的话 这个ip这块的话 ip这块的话 我是直接这样写了一个这个 因为方便以后改嘛 对吧 大家可以可以看到后面这块 就不用他用这个了 对吧 如果你要乐意的话 你也可以把r think back up 然后你也写个变量 对不对 这个东西就用 这个东西就看你自个怎么乐意了 对吧 i notify 对吧 安装完了以后 它不是会有会生成两 会生成两个两个那个程序吗 对吧 对吧 一个wait一个watch 对吧 对吧 这个命令还不就是拿来监控这个目录变化的吗 对吧 对吧 应该是到这 对吧 对 对吧 mrq 这个是固定的选项 对吧 对吧 m的话是monitor 对吧 r的话是d规 q的话是属于静默模式 对吧 然后 有问题 有问题吗 有问题就说 一定要说 然后 刚刚fomotor这块 这 这还不是时间格式 如果是时间格格式的话 应该是拿它 泰满 泰满 fmt啊 那个里面是支持时间格式的 对 这个东西是一个输出格式 对吧 这个w呀 这个小f的 w是说是你要 你要把监控到的事件 对吧 你要输出那个文件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 如果你监控的是个目录的话 你也 你也要把这个路径输出出来 对吧 就是这个w是针对文件来说的 不是 对对对 这百分号w 这是文件 百分号f是针对目录的 知道吗 它的输出格式啊 就是说 它不是得要监控事件吗 这不是后面-e -e不是后面 不是指定的监控的事件吗 对吧 之前的话 这个百分号w和百分号f 我也是这么理解 然后最后我就问了个刘依 然后问 医生怎么说 我刚开始他答了 我还以为他是错的 但最后经过我时之后 我发现他是对的 我是错的 哈哈哈 我发现他是这个百分号w和f的一个意思 首先这里一个杠杠权面是代表输出的信息的格式 对 然后这里的话 实际上后面我们加了一个杠印 然后加了一个事件 对 加了一个事件之后呢 他只是监控监控在不同的事件之后输出一个信息的格式到底怎么输出 实际上我们可以对简单的方法理解 百分号w就是那个 DR内幕 然后那边百分号f就是bit内幕 对 然后组合到一起 就可以了 主要就是这个 前面讲的很棒啊 你们咋不鼓个掌呢 对吧 关于这块的话 下来的话 大家还可以继续看一下漫文档研究一下啊 然后后面杠印的话就是他要监听的事件了 对吧 监听的事件的话就是 create 对吧 这个创建是吧 加这个主要是为了就是创建目录的时候 对吧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前年上回测试过 如果你不加这个创建目录的话 它是不会有那个事件产生的 对吧 对 对 创建文件肯定有事件产生 因为它有一个close right 对 所以所以这块主要是针对目录的这个 反正 反正加上就加上没 对吧 对吧 然后delete的话就是针对一个删除的事件 对吧 对啊 close right 它就包含了你创建文件 然后你修改文件 对吧 这两个事件 然后create这块 主要是用来是是针对于创建目录的 对吧 删除有了呀 删除在后面呢 对吧 然后的话这不是揭露镜吗 对吧 然后把这条命令 这这条命令执行的结果 对吧 对吧 它的输出格式不是前面指定了吗 对吧 他会把这个文件的这个完整路径不会 他把这个文件的完整路径不是输出出来了吗 对吧 然后通过管道 对吧 命令执行的结果 他输出的不是一堆文件吗 然后他通过管道 然后扔给这个循环 对吧 这是一个well循环是吧 这well循环具体是是怎么个呢 哎我也不太懂 啊 但是呢 它里面的话就就做了一个判断 对吧 if-f -f的意思是说判断的是不是一个文件 对吧 对吧 应该是判断一个文件 然后还存在是吧 对 如果它存在的话 那样的话就 推送了呀 对吧 对吧 否则的话呢 否则的话呢 它会切到这个目录下头 然后推送一下 它目录下板的东西 对不对 这块 这块就是老 老实上和讲的更那个精细一点的操作 对吧 生成是文件 它就光推文件 对吧 如果它生成不是文件的话 就整个目录全推 对吧 这块没问题吧 没有吧 说 啊 哪哪块啊 你说well 你不需要加按的吧 哪 不是 你看 它是这样的 它外国循环的目的 它就是为了接收前面 I notify wait 对吧 监控出来的文件 对吧 它监控100次 我这就循环它100次 对吧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说是你不要考虑电脑累不累 对吧 对吧 即便你 即便你就创建100个 对吧 这个循环 大不了这样的循环100次 大不了就推100次这文件 对吧 而且是你要创建文件的话 它还是光推文件的 对吧 dollar fail 不是 它 它慢 慢是它慢 你知道吗 不 这一块的时候 你先别考虑它 它这个创建完一对文件 以后 它这个同步的效率 对吧 考虑效率的话 那也就是后期咱再考虑了 对吧 咱现在是先为了完成它这个目的 对吧 这这颗东西不可能说是一 对吧 你写一个东西你就写的特完美 对吧 况你这脚本还不是我写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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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循环这块这个判断 大家能理解吧 对吧 这个这个就是为了判断 它是不是文件 如果是文件的话 就单推文件 对吧 就上面这个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就整个推 推目录下面的东西了 对吧 这块的话就是总比你直接写一个 然后每一次你刷新一个 我都把整个目录同步一遍 这个效率要好很多 对吧 一看亮哥就啥理解 对 别忘了啊 咱咱这个脚本是在哪 哪放着来着 对 就是这个脚本名字千万别写错 哎 哎 哎 这是老师原来的 哎 咋办呢 对啊 有块照 忘了 我看这些 怎么刷 哎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这个脚本的名字千万不能乱写啊 因为因为在他后面 咱上个本还讲了一个就是 哎 就就是他会有有有一个服务脚本 知道吗 然后然后然后他会受这个cgconfig的管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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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放在一击这下iit.d下的这个脚本里面 他会调用这个脚本 对吧 调用service 是saggrap的下面这个脚本 所以说你这名字一旦写错了 对吧 你这个服务脚本也就 没事了 对吧 你执行的话肯定是执行不起来的 对吧 inotify没写错啊 对没没没写错就可以 然后不要忘了这个东西 记得要给权限啊 不给权限肯定完了 对吧 他毕竟是一个服务脚本 他要可执行 对吧 你怎么的也得给他一个x的权限吧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看脚本里头不是他支持了这个cgconfig的这个管理的格式了吗 那那样的话咱们就用cgconfig管理他不就完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把他这个 这不是吗 这不是给他 给了这个服务脚本一个执行的权限 对吧 然后的话呢 把他添加到cgconfig的管理里面 对吧 然后把他的开机启动调整好 对吧 然后调整好完了 检查一下 对吧 然后的话咱就可以把这个脚本启动了 OK吧 OK吧 然后的话呢 咱们这块就可以测试了 对吧 从从上面 咱们这个cgconfig的i-notify这个脚本的时候 咱可以看到 咱们监控的是本地的这个 对吧 dwshare 对吧 然后的话 咱们咱们把它推在哪了 对 NFSBitUp 对吧 咱们到BitUp上走看一下 对吧 对吧 这是NFSBitUp那个模块 对吧 然后的话 别忘了再看一下他的那个那啥 权限对不对 现在就权限对了 没有问题了 对吧 然后咱就可以在NFS 咱就可以在NFS上走 测试了 对吧 他说的是从web上都写的 那web上都写的 也也就只有这目录了吧 对不对 如果咱 咱想测试的更彻底一点的话 咱就这样 对吧 对吧 咱们 咱们到web这个里面写他 好不好 对吧 他现在空的 对吧 没错吧 现在生成了吧 生成了的话 咱们看咱们的那啥 这上面有了吧 对吧 说明咱NFS共享还是起作用的 然后再再看一下NFSBitUp上头有没有 有吧 对吧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咱们继续 假设我现在要把这个test 对吧 我要把05删了 对吧 现在这 现在这都没有05了吧 然后咱直接看 看这就可以了 也没有了 没有了 对吧 没有的话就说明咱们推动就OK了 然后的话呢 最后这20分不就也拿到手了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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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呢 这个 然后然后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就是 就是当时不是脱懒吗 对吧 挂NFS的时候 我不是直接用那个数码的杠益吗 对吧 然后我后来发现 就是你配置文件的时候 你一定要反着写 你知道吗 咱可以看一下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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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其实还有更好的判断方法 但是呢 就是这个 呃 这个我 这个我现在这个水平不够啊 哎 我干嘛要在贝卡不上边看 你看 呃 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吗 我这个地方是怎么写的 我这个地方是先写的RW 后写的RO 对吧 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收MART-E的时候 312对吧 然后的话 看他出来的结果是是这样的 他是R在前面 W在后边的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 呃为了拖了R 结果又把自己给带坑里去了 记住啊 你如果要是想让收MART-E出来 这种RR在前面的 W在后边的 或者就是将来按照你个人的习惯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这个想怎么做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记住 这配置文件里面 一定要倒着写 对 对 如果你不到这些的话 出来以后 这两个就是反的 对吧 不是好尴尬 这好坑啊 对吧 对 对 对 你 这不是什么 这个不是我在那个客户段上 不是挂载的 这个脚本吗 看见没 我这儿不是用的收MART-E吗 对吧 这儿的话 我是指定第二行 对吧 后面我一个 我指定第三行嘛 对吧 第二行不是这个吗 第三行不是这个吗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拖拉 结果NFS坑了我一把 对吧 然后其他的排错的话 对吧 就那啥 其他排错的话 就是各种服务呀 权限呀 什么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脚本脚本经常命令 不能正常执行 是吧 这关键还是测试的问题 这个就是老老实实的 现在命令行执行 对啊 OK了以后 在那个往那个脚本里边写 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这块的话 就已经就全部都搭完了 然后大家有啥问题吗 大新 delete文件的操作呢 哎 好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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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